中央的政策 中央和地方不管谁执政 每个地方都在哭穷 都在讲所谓的 增加土酬分配款 每一个立法委员是这样 但我始终没有看到 统酬分配款是我们历届的 立法委员的一个重要的法案 那也没有因为统酬分配有改善 而改善了地方财政的问题 台北还是台北 其他就是 因为县市和那个所谓的 深隔之后六都 桃园有改善 新北市原来 他的自己的自所财源更多 所以说他会比较好一点 其他原来没有改善 那特别是高雄 高雄原来就院辖市 但是我们统酬分配 也对我们不公平 所以说整个 财政本来跟台北的整个 生活水准本来是差 三分之二 还不到一半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远 它我们现在变成 变成是我们三倍 那我觉得这是所谓的 统酬分配款 不是改统酬分配款 要跳开另外游戏规则 回到欧 像德国一样 分税制 就是说我地方 开公司 所得税 营业税 营业失业所得税 我能够造出多少商 那我就可以得到多少税 他的营业税就多少 那因为像德国是三级制 那我们台湾是两级制 就是中央跟地方 那假设所得税 我如果百分之五十 那我来公司 在这边开公司 我收了所得税 一般上缴给中央 一半就留在地方 这个有两 这个我按照这个样的计算 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我们的税收会增加一些 不多一些一百多亿 但重点是我们有自主权 我知道我跟业务远一样 保险公司一样 卖房子一样 公司把那个业务奖金讲好 percentage讲好 我要多少认真 我今天欠二十万 比较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 不管是有些客户 可能要慢慢分配的 我一次就是 赶快去努力 去争取我的业绩 那我不够钱 我就要去努力业绩来争取 那现在不是 现在变成我们的统筹分配款 以往高雄来讲 大概从中央拿到六百多亿 我上缴大概一千四百亿 我拿不到一半 那重点是三百亿 他统筹分配款只有三百亿 剩下三百亿叫特别补助款 特别补助款叫什么 你要申请 你有计划 理论上说有计划 我就可以 都可以给你吗 其实依照台湾的整个 台湾的政治文化 不只是同党的比较多 是同派系的才比较多 其他抱歉 你的计划写得不好 一大堆理由 你想想看 我上次为了 不管你是什么政党 支持什么政党 上次韩市长跟苏贞昌院长 为了五千万的登革热 可以炒两个礼拜 一国家的行政院长 跟一个地方的市长 为了五千万可以炒两个礼拜 这是什么制度啊 这本来登革热本来应该地方负责就好了 为什么地方没有钱 为什么不够钱 就是当你一个支持太多的时候 就反对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 分岁制才是真正 让我们人一样 我上次讲的一个 女作家所提到的一个女人 必须要自己的房间 自主的裁员 她才有创作的自由 她有空干嘛 她有自己免 她有自己没缺陷 她的创作才会 人的心灵才会自由 创意才会跑出来 所以我觉得城市要发展 地方要发展 就是你要发展什么 你自己要有特色 你要有自主的裁员 你是有一个空间 你的人的 所有的 住在这个地方的人的 所有的创意 才能被爆发出来 才会被激发出来 这是我认为说 台湾真的财政 要从分岁制 来解决我们高雄的问题 也解决其他现实的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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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